各位長官然後台大這邊賴崔學長以及這個Pony還有Terry 大家好還有在座各位企業先進還有各位想要一起走進品牌歸路的老闆或經理的很大阿倫 那其實這個壓軸是壓力相當大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我們這個做機車的想說機車一點沒關係 我工作20年了雖然年紀不大但是我工作很久很久 那我在加入洪家庭的時候我在我的Facebook寫了一句話就是 從今天開始我機車有理 所以等一下我講話比較直接一點請大家請不要多包容 那我想我大概本來應該有20分鐘 那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如果按照表定我只剩8分鐘 那我就8分鐘全部把它講完 我還是可以講20分鐘喔 好謝謝大家的這個容忍我們這個講求精準 所以我廢話來多講兩句時間又更少 其實我認為今天我們被指派到的一個任務要談設計的創新 那設計的創新不可能沒有經歷過設計的轉型跟設計的溝通 還有對於UI跟UX的專業 所以其實被安排在最後一位講 那壓力有多大出場您可知道 那所以我今天我覺得今天的安排非常好 而且其實很有默契的是 其實剛才那個Weberson他是 湯瑋瑜是分享一個從最傳統的工廠 如幫那麼多的世界級ODM代工做隱形冠軍 隱形道理根本沒聽過 冠軍道理一聽到就嚇到 但是他現在轉型做品牌 那另外一個剛剛這個Terry也分享了 如何從海外同回台灣 又要解決台灣消費市場 這麼的令人困擾的地方 希望我請問一下在座的美女 你有曾經用過MAC品牌的彩妝 可以幫我舉手一下嗎 好請問你用過Silicolor Silicolor品牌的請舉手 一樣喔 我站在這邊看一樣多喔 今天過後原本用MAC 會給Silicolor一個機會幫我舉個手 對 因為不說你不知道原來是一個這麼用心的品牌 用心到一句話花兩百萬給澳美 放心你不是第一也絕對不是唯一 我們也貢獻給澳美集團超過八位數 因為網上公司是我是大唯一 其實這個很有意思喔 其實我並沒有在機車界非常久 但是我騎車也有二十年了 我十三歲的時候開始在聯牆電腦當電腦工程師 每天國中一放學晚上就到電腦工程 當同工送貨就擠著機車無照駕駛 所以我從那一天開始學習機車的使用者體驗 怎麼騎會帥怎麼騎會摔我都知道 所以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買車當交通工具要理所當然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交通工具 你去買光一羊不就好了 你去買山羊不就好了 你老一點買Yamaha就好了 那再老一點買台銘 那想要心又有點老的去買PGO 有錢的買韋式牌 再多一點錢的去買歐洲進行品牌 哪時候輪得到紅家人 所以我非常驚訝紅家人的常辦 我不知道哪根金普對為什麼會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要做台灣的機車市場 所以在Yamaha認識了這個紅家人的中總之後 我就問了他幾個問題 也決定了我後來的宿命 因為在我第一天認識他的時候 我是自己開的一個小公司的老闆 那個小公司其實真的很小 但是至少也讓我三年賺了兩三千萬 所以還算公司小不代表不能賺錢嗎 那有時候公司大不代表能賺錢嗎 所以企業不獲利是一個什麼 大有蘋果企業不獲利叫罪惡 因為你不獲利你養不起人 我的公司雖小只有三個人 但是除了我以外另外兩個人 一個月都拿超過五萬 那我覺得這個企業還蠻幸福的 上班時間一天只有六個小時 因為一開始上班的時候 會先聽我講很多的故事跟有趣的事情 那不叫上班嗎 然後中午暗黑不壞聲 很奇怪的業公司 我自己開的亂七八糟 但是這間小公司呢 創造一些蠻有趣的奇蹟 包括其實我跟通明跟推文很有緣 因為我原本是一間 網路閒十名女裝的執行長 大家看我最不得性 怎麼看也不會像做女裝 但是我又跟你更有緣 因為我在那間女裝公司 活用了十萬的十年的女性會員 我跟台南科技園區的生物科技公司 合作推出第一個女裝品牌的 也拿到了FG特優 兩個禮拜賣了四萬名 沒有打廣告 那一支飲品叫來自咪咪的飲 很可愛 就我也很榮幸 我承認殺咪咪的執行長 網路女裝 那另外我又跟這個Terry 也很有緣分 因為Terry做的是彩妝嘛 對不對 那我在那個時候 我做了膠原蛋白飲品 然後我又是做女裝 那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很有這個連接性的 我剛剛一直在台下我在想 我在滑手機 我在寫一個紀錄 我想要寫一個Proposal 讓宏佳騰同時跟Websten 還有跟City Carlo合作 我們直接讓 因為騎車不是去工作 就是在工作的路上 騎車不是去旅行 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既然Websten主要是做旅行 我們為什麼不讓這麼好的衣服 跟宏佳騰的車搭配 宏佳騰的車就是一個字屌 因為如果不屌 你真的會去買貨洋山羊 不會輪到我們 那對我們來說 跟旅行是有連接性的 那為什麼跟City Carlo有連接性 因為我們宏佳騰有兩大特色 第一個 車子絕對長得很奇怪 第二 賣的好的車 也不會只賣男生 所以其實對我們而言 設計的創新 品牌的創新 必須要先OpenMine 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機車的舒適圈其實很大 因為台灣是機車王國 機車的舒適圈大到什麼程度 大到零件供應商說什麼 你就要聽 你的車子能不能創新 不是來自於你本人創不創新 是來自於你的T1Partner 創不創新 那這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因為宏佳騰的前身 灌米塑膠 就是T1Partner 所以呢 這些故事今天不是重點 而是我有20分鐘 大概呼吸成13了嘛 我們要來談企業的品牌創新 所以我決定用一個 比較影音的方式 來做一個進行 大家可以叫我Tony 那因為我們現在兩位都是Tony 爸比點的叫大Tony 這樣可以了 那我想我們就用20分鐘 來看畫面說故事 洪佳騰在1998年就成立了 但是大家不知道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賣 車子到歐洲 賣的就是一般的 賣了兩年之後呢 賣不贏大陸的低價山寨品 就轉為做美國市場的Use ATB 給年輕人做的這個沙灘車 那我們創辦人真的很屌 他在27歲的時候 就開始做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那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那沙灘車呢 賣到美國去 賣得還不錯 後來呢 就吸引到了全北美最大的品牌 叫Polaris 開始跟洪佳騰合作 一合作就是15年以上 這15年來 我們每年都是北美銷售冠軍 卻沒有人認識洪佳騰 就跟Wilson一樣 所以洪佳騰的老闆 中總他覺得 啊這樣子不是辦法 因為任何一個事情都有頭有尾的 都有起有落的 美國的經濟也是在震盪 ATB也是會掉 難道ATB掉了 我們就要改做遊艇嗎 這樣有點辛苦嗎 所以我們的自由品牌也在發展 我們同時也希望這個自由品牌 不是只有在台灣發展 所以我們在歐洲 有自由品牌的沙灘車 但是對我們而言 這都還不能算是品牌 因為其實陳如剛剛賣出學長所說的 如果一個品牌只是一個logo 一個CI 那不算什麼 如果這個品牌最後 都一聽到被記得的是一個感受 是一個情感 它才會是有意義的 要不然最後就是真的 比規格 比價格 我們這麼說好了 中國現在的手機品牌 是全球四占率已經前五名 估計不久後就會第一名了 很快 但是你記得幾個 如果我們問你賣最好的中國第一名是什麼 OPPO你記得什麼 前後兩千萬的法術 拍照更清晰嗎 這最近廣告打得最兇 根據我們收到的資料 它至少投了兩個億 在台灣的電視廣告 夠兇了吧 我去馬來西亞結論坡開光電展 對光電展 因為我在做女裝之前 我是做太陽能面板的 我在做女裝之後 我跑去咬五牙子當副總經理 所以我也賣過飲料 所以我確實就是一個有點瘋狂的人 但是這兩年專心的在機車產業 是因為我發現台灣的品牌不容易 前陣子有另外一個我熱愛的品牌 剛用330億把自己賣了一半 但是前陣子也有一個品牌 剛花了1700萬到西班牙 去做最新車款的撞擊測試啊 納資傑啊 可是在前面的九年你身邊的人 只要聽到你想買納資傑都會跟你講什麼 那個車店只花生會熄火 高速公路會熄火很危險 那車子很淡都是瓶裝車 你不要買啊 買TOYOTA 所以在台灣做品牌很難 因為我們是導國 大家都喜歡買國來品 要你支持本土品牌的時候 你就可以表自己的位置放得很高 現在老子來支持台灣品牌 你最好表現好一點啊 那買進口品的時候 蛤?蘋果?這個買不到怎麼辦 台灣人就是這樣 台灣人絕對就是這樣 所以他會把心思放在 如何可以買到最好的進口品 而不是把心思放在 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好 來讓台灣品牌做出好產品 這是人的問題啊 人都喜歡買進口品的 人怎麼會想要做出更厲害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一些台灣人在地品牌 包括各位姐妹在內 要證明我們不輸這些世界級的品牌 確實就要很努力 所以我們在2012年 拍了一支廣告 那時候我還沒有加入洪家人 所以不是我的功勞 但是我看了這支廣告 我打了080去洪家人 我說我要買這台車 請問有人看過這支廣告的 可以舉個手嗎 那一年廣告費一億 謝謝 謝謝 這個鴨車撿娃娃成為了歷史橋段 所有的貴賓來到我們的場內 都要求我們的車手要表演自己的 所以我們的車手就研發了另外一套 鴨車撿1000元鈔票 娃娃太大了太好撿了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好的讓大家記得呢 因為這是周杰倫拍的第一支台灣電視廣告 再來第二 這也是台灣電視廣告第一次出現 前面兩個輪子還可以壓車下樓梯的車子 大家看到那個輪子在下樓梯的時候 是上下一直擺動跟人一樣 那個世界專利的一個結構 重點來了 這支廣告花了一億去宣傳 全台灣都認識洪家人 也認識周杰倫 甚至還以為洪家人是周杰倫開的 我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這就是品牌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品牌分成兩個面向我認為 第一個是你想當人家的感覺 第二個是真正的感覺 我認為品牌就是這兩件事 Always got feeling 而已 沒有什麼科學可言 什麼叫科學 感恩師傅 讚嘆師傅那才是科學 這個厲害了吧 那也叫品牌 現在你在路上看到有兩個穿色的在那邊併肩額走 你一定都覺得那是跟師傅有關的 他已經變一個顏色的代表作了 不容易耶 不容易耶 三元色啦 七根彩虹出來的色圖啊 都沒有一個這麼好的代表色 今天這色就這麼快有數的被融化 被品牌化了 那我認為如果一品牌 中銷的廣告價值 妙禪應該拿到至少20億的廣告預算 不開玩笑 不開玩笑 因為現在從我媽到我姐到我老婆到我本人 沒有人不知道妙禪 那是我身邊不見得每個人知道 我家人即便我媽的意義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當時打電話去了之後 他說這台車不能賣 因為交通部規定三輪車只有殘障可以騎 然後我們老闆就很辛苦 老闆跟當時的交通部長葉芳池 以台南幫的身分講了一句話 你很奇怪耶 為什麼殘障才可以騎 為什麼不讓他在變殘障之前騎更安全的車 花蘭很多人努力開了27場公聽會 這一條法律才在2014年12月底被重新修改生效 2015年我們才能夠真正使用更安全的車牌 這就是我們2012年做的事 同一年 因為三輪車不能賣走 要繼續生存 對不對 要品牌做出來幹嘛 所以又拍了一支廣告 這支廣告對台灣的機車市場 帶來了非常大的改變 這聲音有點小 我把我的聲音給開大一點 這支廣告就是四個字 莫名其妙 明明就是要看汽車 結果一拉開一次摩托車 大概這台車帶來了機車市場的三個證判 第一個 全螢幕的液晶面板 在這個價位的車上出現 第二個 全台灣第一排 機車有USB充電插口 第三個 全台灣第一排 跟ODI一樣 機車有座型燈 這些都是由紅家層第一個來做的 我們認為這不是因為產品好 我們認為這個叫做屌 那為什麼要屌 因為如果不屌 你去買光陽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地庭紅燈 這個全世界車聚 嗨 你也買光陽嗎 那你就去買光陽 那如果你一直 你這輩子都很努力的 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你為什麼在買東西的時候 買大家都買的東西 所以我們認為UNIKE 可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但是要持續的創作UNIKE 不容易 所以我們還必須要再更努力 在那個時候 我們成為全台灣 二十年來第一個最快達成 你可以賣一萬台車輛的品牌 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 因為光陽 山陽 全台灣的車行圍剿不准賣紅家城 只要你只要貼門口 買一台紅家城 我光陽就不出貨給你 當然以上這句話 純屬個人夢到的 所以這個是 沒有任何的證據 也沒有任何的污蔑 那我剛剛所講的話 一概由我本能承擔 但是如果我是同業 我也會這樣保護我的同路 不是嗎 如果紅家城的專賣店 你看我看到PGO的時候 你試試看 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怎麼會這樣一萬台 因為有一萬個想要宇宙不同的人 其實台灣人想要宇宙不同 是很多的 因為我們的教學政策 其頭畢竟人人都大學 因為我們的媒體的策略 每個人聽到 看到的媒體都同樣的新聞 大家都受到一樣的教育 看到一樣的新聞 做著一樣的事情 吃著一樣的飯 我們心中有一股想要自由的心 沒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們想要宇宙不同 所以Web社常賣得掉 所以CD卡都常賣得掉 如果大家都跟不要講韓國 就是本來臉都長一樣的 最後那個肺塞也會辨識不出來 我們用彩妝幹嘛 因為我們想要Different 我們不只要Stick Different 我們想要Being Different 這是人類最原始的慾望 因為人類現在快要70億人了 我們越來越難活的宇宙不同 人越多越容易看起來都很像 所以做品牌最辛苦的一個點就是 我們如果要宇宙不同 如果要UNIQ就會越做越辛苦 因為持續的創新 持續的維持在最大不同 最大程度的不同是不容易的 所以連拍個廣告都要拍到沒人看得懂 這台車在廣告一出兩個月之內 就發行同家的單一車款的銷量 單一車款銷量 這一台車比剛剛那一支的影片銷量多了一倍 直接多了一倍 接下來了 我們在2015 跟8月之間 三地三文 終於上市的銷量 無難測試 我們是不是花賣獲捷太高高了 呼吸五分鐘 因為我們心中設有一個想法 不要瞧不起台灣人的 不要覺得照樣品牌花不起 不要覺得大家出錯 只有大神來做得到 我們希望台灣人可以 有暗的水龍 我批對你的月地非凡 我們這支影片 久者沒有提到這台車有什麼功能 所以在車會轉這樣還可以 這支影片一推出 我們在短短的半年之內 一台30萬的重機賣了500台 也刷新了黃牌重機的一個銷售紀錄 而這台車基於三輪的安全性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個車主因為車禍死亡 這點非常重要 至於怎麼做到的 今天不是來賣產品 可是人生永遠就是一個可事 我們當初做山賴車做得很好 我們廣告也拍得很屌 我們找的代言也很屌 還比表最強 可是我們車的品質在早期不好 所以在網路上 同業攻擊就已經占了70%了 使用者體驗本身有很多的投訴 沒有處理好 導致於讓更多人有氣可撐 網路上出現了一批 聽說洪家騰不好的那一群人 沒有騎過沒有看過沒有摸過沒有買過 但是他會在上網留言說洪家騰不好 就像是我常說的 今天林鳳寅因為領星的事件賣不好 可是真正和林鳳寅落賽的有幾個 大家順便也滅了台灣之心 可是也沒有幾個人是用台灣之心的 其實不瞞你說 台灣之心在台北 是我遇過網路速度最快的 可能是因為大家都不要用台灣之心 所以會很爽 我說我台灣大哥到我老婆用台灣之心 所以其實做品牌很有意思 在這樣的島國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氛圍跟兩岸的狀態下 我們要非常注意的是在做創新的過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剛剛我覺得 我做了一個總結 因為我覺得最後我來做個總結 賴崔會長提到的 我們必須要重視客戶的聲音 我們必須要重視UX更大於UI 而剛剛其實在Tony的身上 也學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為了要了解這個 跑完馬拉松用膠原蛋白的仿製物 到底放在那邊三天不灰臭 你怎麼會三天不洗啊 可是因為他想要了解消費者真實的體驗 剛剛Terry也講到 我們要離消費者越近越好 離我們的競爭對手越遠越好 所以請聽消費者的聲音真的很重要 問題是請聽要付出代價 我們為了要解決品質不好的問題 在最短的時間 那個時候2015年9月30號 我第一次認識了洪佳騰的老闆 當時我問了他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問他為什麼要叫洪佳騰呢 不好意思 我就是喜好跟這種跳動的 我本來以後會聽到一個很偉大的故事 結果他回我說 我算命啊 OK 我覺得我的老闆很屌 那我再問他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網路上查洪佳騰都被罵 老闆就說 那個同業造謠案嗎 那確實是有 可是根據我的大數據調查 我就是一個科技廣 我喜歡分析東西 我發現問題不是那麼的單純 我問他的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我問他第三個問題是 老闆你有打算改變嗎 他說 不想改變到底來幹嘛 我最喜歡這樣子的一個ending 所以呢 一開始洪佳騰是我的客戶 三個月之後 我跟洪佳騰的老闆 合作開了洪佳騰的子公司 一年三個月過後 子公司並為母公司 所以我們現在的身分是 創新中心的執行長 我負責內銷品牌 以及新科技的開發 那今天要分享的這一張圖很重要 這張圖打破了台灣60年來的機車領域 為什麼 因為台灣所有的機車保固 都只有一年或兩年 而洪佳騰在2016年3月1號 推出的初代車組回饋計畫 所有快要過保固跟已經過保固的車 全部重新給一年保固 用2016年的科技 來修理2012年的車 for free 我們服務了6000名車組 等一下再讓各位看一下 有什麼好處 那社群網站開打 我們開始監控14個車友的Facebook社團 我本人每天從8點看到12點 我的Facebook裡面 你可以看到那個 所有我的最愛社團 全部都個人興趣有拿掉 只留下跟車友社團有關的 所有的通知 只要跟車友又有新發言 新留言 新的事件 全部都點開來看 然後我們另外創了12個LINE群組 有研發的 有民館的 有品級的 有生產的 有銷售的 有品牌的 有企劃的 有活動的 有展覽的 還有我們創新的 還有戰略群組跟危機處理小組 這12個群組在1年9個月裡面 發揮了所有的作用 以往消費者的抱怨是爆發之後 我們才會聽見 現在消費者的抱怨 連經銷商都還不知道 我們就已經處理完了 我們改變了服務的流程 所以全面深入客群是有必要的 而從找到客戶的價值鏈 我們想要學習小米 小米當初為什麼會紅 並不是他的手機 是他設計的米UI 小米UI在小米論壇上面 開放全中國所有的消費者 註冊一個帳號 上去留言 你希望你的車子 你希望你的手機 有什麼功能 你覺得這個功能哪裡不好 你覺得這介密用起來哪裡不好 他下一個版本 就改一個版本 for you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會覺得很爽 因為你雖然不是小米的員工 你參與了開發 而這一次我們也仿效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讓2297位早期的車主 來參與最新一款車的開發 包括我們跟他直接1對100面談 我被100個車主圍在新武大道 那次本來他說隔天要告我們 然後我跟他聊到晚上11點半 1對100 然後我們就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們啟動了研發中心的R計畫 這個R並不是Racing 不是要跑得快 因為其實車子不用跑快 我們看到很多的客戶都說 你這台車0到100有幾秒 這個可以開到最快是多快 騎到最快是多快 我們知道客戶很care 但是你知道嗎 摩托車如果是白排的 就全台灣所有的路段 騎超過60都超速 而最重要的如果你在台北 不管0到100有多快 你只需要記得你到下一個 紅綠燈還有多久 走走停停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研究的是 客戶要的到底是什麼 他是要急速還是要加速 還是要最快抵達下一個紅綠燈 還是要平安回家 我們必須要知道客戶到底care的是什麼 所以通過訪談 通過調查 找出客戶的價值鏈 我認為創新 並不是有兩種企業 一種像賈國師一樣 他屌到不行 而且獨裁到不行 所以他說了算 所以我也是他的信徒 另外一種是 抵貼客戶 接近客戶 知道客戶要的是什麼 推出客戶買的其他好東西 那個叫小米 而最後如果以利潤來講 前者會拿走 畢竟財總是比較有錢 你看金正恩就知道了 那小米是比較接近人民的 所以他會有銷量 他會有聲量 但是他沒有什麼好的獲利 這個就是我們看 我們要怎麼選擇 那找出來之後 最重要的是 我們做品牌 客戶 你教會我們的事情 原必我老闆 可以教會我的事情還要多 我這樣講 剛好我老闆不在場 他可能會有點吃醋 但我認為 車主教會我的東西更多 教會我的目望初衷 造好車做好事 前面是產品 後面是服務 加起來是品牌 但是一個品牌 不過是如此 一個好的品牌 就是要像剛剛車隊長講的一樣 被人記得什麼 我們現在被記得的是 最特別的是 我們竟然有 GOKOLO的車主 把我們做的 剛剛那個初代車主的規計畫 轉貼到GOKOLO社區 去罵GOKOLO 我看的是有點難過 比這個好嗎 因為GOKOLO有一個 那個錢碟煞鎖死 然後廠商社後不理的問題 在社群做了一個很大的喧嘩 但是因為GOKOLO早期 習教程隊都走了 其實都走 現在也換一批了 那我們覺得GOKOLO是台灣目前最強 最有名 成功 最很成功的一個獨角獸 他的估值已經來到10億美金 總拿到的投資已經有台幣167億左右 相當不容易 所以機車產業這麼的競爭 我們要怎麼走這一條路 所以更尊重消費者 更重視消費者 是我們所做的 我們在今年6月1號發布一台 ELITE 300R的黃牌重擊 這一台車也是我們家的七年內銷 第一次拉到龍潭賽車場 讓38位媒體直接下賽道去做測試 試什麼 試試看全台灣最超值的路權車 能不能在賽車場面去跑 我們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深刻體驗 得到了媒體全面性的一個讚賞 我們沒有花錢 我們讓媒體我只跟他講一句話 我說你感覺一下 龍家庭有沒有兩年內超越自己 如果有的話 麻煩你讓消費者知道這樣就好 如果沒有 你也可以吐槽說龍家庭沒救了 我們就很現實 危機就是反擊我們的創新計畫 包括了成立台灣購車的網 因為台灣機車產業都是仰賴車行 沒有人敢成立購車網 去得罪經銷商 我們做了 跟經銷商也和平相處 因為我們告訴經銷商 購車網可以更好的提供第一線的訊息 更好的去闡述消費者想知道的第一手訊息 我們也成立了官方的部落格 教你怎麼保養 怎麼維護 怎麼騎 騎去哪 怎麼玩 跟誰玩 還有什麼更好玩 我們有30萬人次的瀏覽 以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小購品牌來說 也是一個相當好的成績 我們也自主的打造我們的APP 別人的APP都是外包的科技公司去做 我們自己的苦命團隊自己做 我們去研究客人到底想要什麼功能 他要什麼介面 他想要怎麼玩 他要怎麼樣去預期到這麼多好玩的事情 如何發生 我們就自己做 那當然強化線上的客服跟線下的銷售 那是一定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互動 剛剛其實崔會長有提到 玩到最後都是消費者在玩 不要我們自己說了算了 我們今年成立的第一屆官方攝影大賽 收到473張投稿 我們再把這473張 最後的總決賽得獎作品 再做成2018的年曆 參賽者全部藝人送一份 所以不管你的作品 得獎或沒有得獎 你參與其中 而且也會拿到一份年曆 經銷上也掛著 全部車友一起參與的年曆 我們認為最好的攝影師 就是喜歡他的車的車主 因為他會有愛的去拍 而不是有錢的去拍 我們舉辦了相當多的活動 希望能夠凝聚車友的向心力 不管是白天的晚上的 好玩的不好玩的 我們也針對那一次一堆 100個車主面對面 收集到的情報 最後花了6個月的時間 重整旗鼓 免費的幫984位車主進行 相關問題的大解析 我們的網路負頻率 因此就從2013年的5.51% 2014的5.545 2015的高峰7.46 降低到2016的3.05 降到2017 放品牌有史以來最低負頻率 最高證頻率 所以我們的銷售業績 這兩年沒有打電視廣告 跟消費者一句話 你們有錢請周杰倫 怎麼沒錢把車坐好 我們就停了 所以我們兩年不打電視廣告 全部的錢拿去回饋消費者 回饋經銷商 從組生產線 更新設備 教育訓練 十年磨一件 這一點是我們相當自豪的一件事情 因為老闆竟然願意接受 我這麼愚蠢的第一 我們做了這麼多的活動 做了這麼多的曝光 不管是擋車銷售第一名走潮流 跟更多的影視合作 不管是透過跟這一個 非常扎實的恰恰合作 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扎扎實實的 要打這場球 不是喧嘩一時 包括我們透過周杰倫贊助的他旗下的 包括J艦隊走入電競 跟更多的年輕人互動 也包括我們持續的在車款連發展示 然後宣傳 包括我們成為全球第一家 跟日本知名動漫 新世紀福音戰士 推出聯名車款的品牌 而且我們這台車也已經確定 由日本角川集團幫我們在日本做銷售 我們認為在日本要賣車不用讓車行來賣 因為要賣這一台動漫車款 就應該讓鋼肢煉金速師的出版社來賣 所以呢 我唯一拍的一支片 也是讓知名的車友去東京拍 把這台車騎上日本的首都高速公路 因為日本法規150CC 就可以上高速公路了 在這個時候 我必須要請問一下處長 還可以給我三分鐘嗎 各位 可以給我三分鐘嗎 不好意思 因為我超死 我有看到那個牌子 這支裡面有13分鐘 我只打算剝一分鐘 就好 因為如果各位跟我一樣 是個史拉仔 應該不多 新世紀福音戰是第一個使徒場景 就在如知湖 所以我就去如知湖買 台灣一直以來 都是把日本品牌當神債供奉 然後大家去買日本品牌 這一次我們希望台灣品牌 賣到日本去讓人家供奉 全球限量300台 我們沒有要賺很多的意思 但是我們要讓買到的人覺得很屌 在日本有人下訂 指定他不要騎 所以裡面不要加油 他一開始就是要買來放在家裡 所以是不是又組合這位長說 要賣機車不是在賣機車 不過我們只有300台可以加一顆 結果還會死 其他300台我們是在賣機車 揮奉個300台不是在賣機車 我們到秋葉原到如知 我們到湘根到日本的首都高 甚至到了富士山 我們拍了兩支影片 我們把它拍得有點像東京風情化的感覺 因為這不是廣告 這只是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很浪漫 我們覺得可以在台灣的品牌 引擎自主開發 車架自主開發 車身自主開發 模具自己拍 我們也是隨時生產的其中一種做法 這是浪漫的 更能放這台車ES150還蠻帥的 而且跟日本聯名 他授權金跟我收以外 我一台只漲價6000 跟一般版才相比 我跟老闆說一句話 車子不用賺錢 我們也不用發廣告 因為他這件事情 不是最好的廣告 我們免費上了27家新聞媒體 全台灣所有你聽過的新聞台 全部都報導 那如果平常你要花錢 你要花多少錢 所以我認為這是值得的 而我們在日本社團 沒有花半毛錢 全部都是由動漫集團 邀請我們傳出的 我們只有花的運 把他運到這個地上去 所以有時候 最好的土牌宣傳 會不會最重要的 還是消費者的體驗 他想要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坐這台車 因為我想要放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讓大家知道 有時候 小確幸是可以變大確幸 很多人都一直在問 為什麼台灣的機車 都是跟小丁當作體體包在聯名 為什麼不能帥一點 所以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鋼彈 第二個想到的是福音戰士 因緣際會 我們就成了全球第一個 跟福音戰士聯名 你看 車子好 外型帥 也因為話題大 我們就得到最後一個結論 不要把它停掉了 因為這個時候 進到這機械已經夠漂亮 日本人上網留言 為什麼這台車 台灣先賣 我們服務器 所以我們是被邀請去日本賣 不是我們想賣 因為如果我們想賣 我們的行銷預算要花一千萬 如果他們想買 我們不用花行銷預算 再來 今年八月 我們又跟吃行男子和合作 這個學校是個電影公司 我們當男主角齊作 我們七年前跟成果設計 將有合作推出的COIN 去追我們現在熱賣第一名的 買150 在劇情裡面 當然我們做了很多的章字藝術 我們也有很多的露出 我們也趁機做了一波的行銷 車子的成長 百分之五十八 好 銷量成長百分之五十八 那最重要的是 經濟戶口業局的品牌發展計畫 讓我們完成了在動漫展 蓋了新世紀福音戰士基地的 那一個行銷案 也讓我們的買150 可以有更潮流的宣傳 所以我們又再次拍了一支 根本沒有再告訴你 這台車有什麼配備的影片 這台車從七年前上市到現在 完全沒有改款 或到現在可以是市占率第一名 因為我們在賣的不是車 我們在賣的車來出來 我們認為所有的人都知道 騎車只要右手轉了就會動 但是手腳並用致命輕高的文青 會覺得腳也要用到 所以擋車還是有它的存在價值的 例如我就覺得這個 統領應該很適合行銷 買150 又潮又帥又加速 我剛剛在台下已經下訂了 他們家的圍巾給我老婆 對就是膠原蛋白我還選 那個粉紅色的 想要老婆應該會喜歡 而且有趣的是 你用Shopline做購車吧 我們也用Shopline做購車 你用Shopline做購物 我們用Shopline做購車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還蠻有緣的 那我們剛剛用3D350 在去年拿到金氏世界紀錄 全球最大的三輪重機遊行 我們在去年拿到的台灣金品獎 最高榮譽金質獎 而且機車業界從來沒有人拿過金質獎 我們在今年拿到了台灣的金點設計獎 現在有三個金了 所以明年就要從票票來做一個新計畫 三個金嘛 而且對我們來講做品牌是浪漫的 就在前天我們這個假禮拜日 在做全台灣第一場的這個品牌教育訓練 是最近銷商加我們店全上 我們也宣告就是經過了產品拔涉 經過了努力 其實品牌要創新 真的就是要接近消費者 要苦名所苦 愛名所愛 名是誰 我們的消費者就是我們 名為王 民主國家人民就是老闆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消費者care就是我們care 但是不要太over 越來越到最後 消費者他會每個人購自己的想法 你會變多頭馬車 永遠做不出對的產品 所以大數據分析的重點 不是你收集到多少資訊 而是這些資料流會帶你去到哪裡 這也是我自己的一個經驗 那搞斷市場勇於創新 才有機會重新啟動台灣這個小而美 卻有無限大夢想的世界 以上就獻給大家 謝謝